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建起了高铁站 它方便又快捷的性能深受人们青睐 不过不是所有高铁站都这么方便 今天小编就带你去看看 号称中国最搞笑的高铁站 这个高铁站就是位于湖北省境内的天门南站与仙桃西站 为什么说最搞笑呢 据说当地人都知道 因为这两座高铁站的设立还流传出一个梗 旅客们请注意 天门南站到了 请去仙桃市中心的旅客下车 下一站是仙桃西站 请到天门市中心的旅客做好下车准备 这是什么操作 原来自2012年汉宜高铁通车后 仙桃市与天门市两地均设有站点 据说解 天门南火车站修建在天门工业园附近 该地离仙桃市市区7公里 但离天门市区居然超过40公里 而仙桃西站修建在仙桃市三浮镇附近 离天门市市区只有15公里 也就是说两个车站分别更靠近于对方的市中心 这就导致了以上这种情况发生 去仙桃的需要在天门南下车 去天门市的反而要在仙桃西下车 两个车站的设置让人感觉别扭 就连本地人都猛圈了 据说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当年 汉宜高铁施工时 原只准备设立一个站点 但两地距离差不多 当地市民因为该以哪座城命名炒得不可开交 所以政府决定增设一个站点 在仙桃境内设立了仙桃西站 并将早前规划好的站点 命名为天门南站 从而造成了现如今这么个有趣的景象 明明自己的城市有站点 需要在其他城市下车 也是没谁了 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